我们先说一下下周的体验 马可三章9到10节中 众人对主的拥挤 还有这个摩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这应该不会太难 但是这却是在经历里面很细腻 非常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一件事 你要注意这不是学后的妇人 不是那一件事 所以要去读这篇圣经 这周我们的题目是 其实刚刚专题的地方已经讲了很多 约翰的静既然是为了违感 为什么主也需要受静 谁认为了 谢谢主 我是第一大组 第二小组 银行山区的高克华地区 今天这个问题 曾经跟教官所说的 前面的教官都应答案 答案都已经准备了 整体都是我们说 做不良称重 我这边 我这一个礼拜 还没听到教官姐 标准他之前 所以理解我们说一下 在四福音书里面 马太马可 这个路加 对主耶稣的记载 的见证 是主动在 主在神性里面的能性 所以 世人 可能 世人都需要受记 主耶稣 主耶稣是以 这个人的身份 而且是一个 出身 加利利 一个卑微的 之地的人 照着神行约的做法 来送予安的幸福 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 他是做儒仆救主 来服侍神 那要服侍神 就需要 悔改 就需要受惊 因为 悔改 是使 使人的心 转向 改变 转向神 受惊 是叫一个 叫我们的 这个人 心思 埋葬而了结 是我们有 是我们 从这面前 是我们有 心生的起乎 就是 我们一个 在里面 复活的 信仰 所以 需要 为改 那我们再看 这个 为什么要接受 诗记者 约翰的 这个 这个纪念 因为诗记者 约翰是 神 差派来 做主耶稣指示的先锋 也就是他做福音福士的这个开始 所以他来设立这个 禁 那 在马可一章八节那边 十几年 十几年 他说 我是将你们 进在水里面 那要来的 神啊 要来的基督啊 却要将你们 进在圣灵里 那 那进在水里面 就是了结 那进在灵里面 就是福福 那 那 那进在福福 在福福里面 得到重生 使这个 使我们的鼎啊 被点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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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都不从水和 凌生的人 就不能进神乐部 所以 我们 必须要受盈 从水和凌生 在进入水 那 在马太 三章 十五 十五节那边也讲到 这个 约翰本来不 不接受主耶稣的 这个禁的要求 但是 那边讲到说 耶稣说 请你站起来 容许我吧 因为 我们礼担 照这样 进全班的义 进全班的义 在救援里面 就是遵守 遵守的律法 在新约里面 就是 遵守 神采遣 失信者 约翰来设立的禁 受尽就是 尽 能在神面前的义 旅行的神的要求 公义的要求 那还有一点就是 主耶稣受尽以后 让祂从水底上来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 天开了 圣灵像鸽子 降在祂的身上 也有 也有父神的说话 阿们 说 你是我的爱神 呼出喜悦 阿们 天开了 表示 主耶稣是 合乎神心意的人 阿们 圣灵 降在祂的身上 表示 这个 主耶稣神 高 神来高祂 做 给祂权柄 父的说话 表示 主耶稣是 神手喜悦的儿子 所以 主在禁止前 他必须要受信 得到这个 金轮的灵 做能力 来 有资格 可以 来 这个 执行他的姿势 叫你到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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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